是冠塘被货车撞到的孕婦 抢救近两天 然至今早不止 31岁姓陈的孕婦 过去两天都在广华医院 神经外科病房留医 入家属早早继续在病房外等候 她丈夫早早大约9点半 引述阮方说太太需要进行抢救 几个小时后 阮方安排家属进去病房 阮方跟他们说 事主在10点43分 心跳停止 需要注射强心针 最终孕婦在早早11点32分 抢救无效不治 事发在星期二下午3点 警方说一部中型货车 由观塘海滨道 转入进业街的时候 撞到孕婦 导致她头部严重受伤昏迷 警方事后以涉嫌危险驾驶 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 拉了59岁的男司机 她之后获准保释后查 无线电视记者 吴家軒不道